看到這預約數 台北市長柯文哲臉都要綠了 年初四開放預約BNT 6.6萬多個名額 半小時4800多人預約 一個小時後也才6000人登記 你不打BNT也沒有那麼多莫德納讓你打 BNT跟莫德納一樣好 請大家不要差別心 要大家別再等莫德納了 大年初四 台北市近百間診所跟東區接種站 恢復疫苗服務 施打2萬多劑BNT 柯文哲來視察 但是因為系統上可以查到他之前打 就是有打的記錄 那確定他可以打 東區接種站一天打1500劑BNT 柯文哲要大家快打疫苗降低風險 因為台北市4號又有新增確診 今天有一組也是母子檔 那我現在為止是沒有很明顯的擴散 我想要一個很大的理由 因為台灣的疫苗覆蓋力高了 所以就算有確診者 他船不太開了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目前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群體免疫了 目前雙北疫情都算穩定 柯文哲認為是疫苗發揮作用 但不可能一直嚴格管控下去 他主張用微解封逼迫不打疫苗的人接種 未來就能真正解封 我猜啦 我們現在一個禮拜可以打25萬 應該如果疫苗過的話 過了2月底就開始要思考怎麼慢慢解 柯文哲在拋新議題 照他的計算解封的日子不遠了 TVBS新聞華少平董銘號李平一SN小組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